你敢想象 中国电视已经攻占了日本 根据日新网的调查 今年前9个月 中国电视在日本的市场占有率 已经达到了49.9% 其中TCL占了9.5% 海星占比更是达到了40.3% 如果再加上被小米和富士康收购的夏普 那么中国电视品牌占比 已经超过了80% 日本索尼和松下的 两大巨头的占比加起来不到20% 也就是说 中国电视企业在日本本土 已经领压了日本电视巨头 这个结果把日本产业界都给搞懵了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二三十年前 中国消费者还以能买到日本牌电视为荣 在那时候 日本电视就是高质量高档次的代名词 而国产电视则往往代表了低端劣质 怎么短短几十年时间 中国电视就突然席卷日本市场了呢 更让他们细思极恐的是 经过一番调研后 日本电视产业惊恐地发现 中国电视几乎不可战胜 首先就是价格上全面凉压日本电视 一台55英寸的电视 中国海信直卖10万人员 而同样尺寸和性能的索尼 则是海信的两倍 不是说有些日本人很爱国 对自己国家的品牌很忠诚吗 事实证明啊 在巨大的价格差异面前 再怎么吹都没用 相反 由于销量实在太好 日本大商场将海信等中国品牌电视 放在了C位展示 反而日本自己的电视 只能放在边边角角 这估计就是嘴巴很硬 身体很诚实的典型代表了吧 如果说只是性价比高 其实还不会让他们这么绝望 但是中国电视品牌 在价格便宜的同时 技术还更陷进 这才让他们绝望 在下一代技术上 日本的路线是利用AI和先进的屏幕 研发超高清的16K电视 韩国的路线则是OLED 而中国的路线则是全都要的同时 还研发出属于自己的miniLED技术 OLED屏幕价格贵还容易坏 一直无法取代LCD 因此韩国电视业一直不温不火 而日本16K超清电视就更扯了 咱们的人也连4K和8K都无法分辨清楚 日本压述的16K电视就更没啥优势了 因此研发一段时间后 他们自己也有点坦平的味道 直到现在还没成功 则是介于OLED和LCD之间 性能强悍价格也不高 反而开始开拓市场 以日本为例 2024年单单一年时间 中国miniLED电视的销量增长了4倍之多 已经成为日本高端电视的主要竞争对手 换句话说 中国电视从性价比到高端创新 已经彻底将日本电视企业甩在了身后 这才是他们绝望的正式原因 更让他们崩溃的是 中国miniLED技术是日本企业坑出来的 你没听错 就是日本企业连续挖坑之后 中国电视企业在危机中突围的成果 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那时候的电视用的还是CRT技术 就是那种屁股大大的电视 当时咱们国家的电视大多以组装为主 不少关键零部件都长期依赖进口 就连生产线 最早也是从日本等国家高价进口的 说白了 咱们就是挣点薪苦费 然而 日韩等企业当时研发了LCD液金屏幕 准备取代CRT电视 但他们又舍不得这么大的产业 于是就给中国企业挖坑 将CRT技术和生产线以高价卖给中国企业 结果可想而知 中国企业刚刚接受 CRT电视就没了市场 大量电视企业因为购买CRT生产线 导致资金链断裂 有的甚至破产倒闭 到了LCD时代中后期 世韩又跑来挖坑 他们再次将LCD技术和生产线 高价出售给中国 然而这次日韩企业自己踩坑了 首先 LCD并没有被OLED取代 而中国电视企业趁机占领国电市场 2017年 火产LCD产能超过其他国家和地区 登定全球第一 换句话说 全球最全的电视面板产业链就在中国 在稳固LCD技术和市场份额后 咱们吸取教训 开始主动研发更先进的技术 迷你LED OLED都有补局 其中 迷你LED技术冲出重围 截至目前 迷你LED专利和产品 中国企业都排在了第一 这就是日起耿耿于怀的原因 明明中国是追赶者 但是他们偏偏能追上来 还能将日韩赶向王座 这种逆袭的故事发生在自己身上 但是相当励志 而发生在对手身上 那就是极度打击时期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venues 打击时期的